广东队新消息 新赛季面临损失千万 红明轩四年顶新 新万元曝光 北京时间9月1日 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广东队的最新几条消息 第一个就是新赛季面临损失千万 原来就在昨天有媒体爆出 由于场馆需要修缮 所以在新赛季的第一季段 广东队将会变更主场 这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广东队的主场拥有一万六千个作为 是整个CBA体量最大的球馆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这里有球队文化 任何一支球队来到广东队的主场 都很难赢球 并且装修非常豪华 可以说是CBA代表球馆之一 每个赛季都能为广东队 带来巨大的门票收入 可是新颁道的这个主场 只有七千个作为左右 更重要的是年代久远 和原来的主场无法相提并论 而第一阶段 广东队将会有十几场比赛 从门票收入来看 至少会让他们损失千万 尤其遇到一些强队 比如辽宁广煞 门票收入更是非常可观 所以第一阶段更换主场 会让广东队损失非常严重 第二个消息就是 胡米轩四年顶薪续约 就在昨天 广东队也公布了新赛季的大名单 我们看到 胡米轩的状态是四年顶薪 这让球迷非常高兴 之前有传说 胡米轩准备降薪 来帮助广东队找到更多的球员 可如今形势变化太大 首先周期离队 并且他为广东队争取了大量的培养费 所以广东队目前没有顶薪球员 必须给胡米轩 而且这批培养费 也让广东队不再差钱 他们不仅能够给胡米轩 开出最高级别的顶薪 甚至还能够找到更多的外援 而且几年前 广东队就确定了 以胡米轩为舰队核心 所以现在直接给他四年顶薪 也在意料之内 第三个消息就是新外援爆光 虽然只签了一名外援 但广东队的目标肯定不止于此 朱芳瑜也多次谈到这一点 他们需要找到一名新的大外援 而且管理层最近的动作比较大 频频出差 很显然就是为了找寻新的大外援 帮助他们冲击新赛季的总冠军 谢谢观看